我把项羽叫下车,把小红帽扣在他头上,大声对其他几个人说,大家以这顶小红帽为中心啊,千万不要走散了,如果看不见小红帽,立即喊我,听懂了没? 看着发笑路过的行人,包子以为我是在搞怪,也没多想,就算多想,也顾不得了。 这夫态路有二百米那么长,只能勉强通过两辆三轮车,而且这条街上,从早到晚,那人都是熙熙攘攘的,这要是挤丢一位,就没法找了。 我让包子和李诗诗走在前面,秦始皇和项羽在中间,我领着荆轲刘邦在最后,事实证明,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啊。 爱逛街是所有女人的天性,包子是个一上街就特别事儿的人,他不急,李诗诗当然更不急,他巴不得多学点东西呢,两个女人一停,我们的队伍也只能驻足,被人群磨来擦去的,刘邦终于忍不住了。 指着美特斯专卖店上的郭福成说,这人犯了多大罪过,怎么到处都在缉拿他? 这也是包子让我领着项羽和刘邦进一家店子里,使衣服。 秦始皇蹲在一个卖旧奸章和假古董当小摆设的地摊上,荆轲陪着他。 我站在门口,两边都照看着,只听秦始皇跟那个卖小玩意儿的老头说,你这死假的。 那老头说,多新鲜,真的能买这儿卖吗? 别错别错,那都是坐上去的。 我回头一看,秦始皇正蹲在人家摊前,手上拿着一个仿制的刀臂,搓了一手的铜绿。 老头说,喜欢就买一个玩儿,才十块钱,挂在钥匙上,多别致啊,我有真的念。 秦始皇说,兄弟够能吹的呀,你要是有真的,能来我这种地方看东西。 你别说,我还真想起来,秦始皇刚来的时候,衣服上好像真有挂着几个刀臂。 我多了个心眼,问那老头,哎,要是真的,能卖多少钱? 真帝也不能用力,我都说了,不能再溜通了。 老头愣了一下,指着赢胖子跟我说,你这个老哥可真会说笑。 我擦着汗说,他就那得下。 真刀臂能卖多少钱? 好点的,也就上万吧,这种东西,其实不值钱。 正说着,只听店里面,店主说,他这么大的个子,只有这一件了,哎,你去别的地方也是白去。 我再回头,见项羽穿着一件气格瓦拉的T恤,一条给塑料模特穿的运动短裤,配上他的西瓜刀一样的眉毛,和忧郁的眼神,和那顶无比传神的小红帽。 反正我要在街上碰见这么一位,一定离他远远的,刘邦的衣服就好买多了。 这小个子,每穿上一套新衣服,就在包子跟前扭来扭去。 人家问他满意不,他就嬉皮笑脸的跟包子说,嘿嘿,你满意我就满意。 李诗诗走在我跟前,低声说,我想去对面看看书去。 我知道,这个聪明的女人,不肯就这么糊涂的混日子,掏出一百块钱给她,我陪你去。 他看了一眼包子,低笑道,表嫂会吃醋的。 包子也似笑非笑的往我们这儿看了一眼,李诗诗一个人进了对面的小书店,我赶忙让荆轲陪着去了。 二傻毕竟有丰富的交易经验,懂得找钱,而且他现在满烟,都知道跟人家要火柴了。 我忙得焦头烂额,再看地摊上的营胖子,顿时惊了一身冷汗呢。 秦始皇,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在了。 我正要问老头,却猛地看见那家伙正坐在对面的冷饮摊上,翘着二郎腿和汽水呢。 我面色阴沉地走过去,跟卖冷饮的要了瓶水,一口气先干净去多半瓶,最近呢,我出汗特别多。 胖子晃荡着腿,悠闲地说。 我发现嘞,你就是神仙呆的地方,摸钱也撒也干不匆忙。 我叹了口气说。 嘿嘿,这句话说对了,盈哥,有钱在哪儿都是神仙,你能领悟到这句话,你就没白在我这儿呆呀。 我还发现你的威风比起我来差原理,我当年出去玩去,开刀地就有二百多,你再看看你。 我郁闷地把半瓶水都灌进去,无语了半天呢,盈胖子安慰我说,不过我还是喜欢醉,再让我灰情啊都不想来。 这话,让我们市长知道了,不知多哈皮呢?千古一地秦始皇,生在旧社会,穿越在现代。 在他的志下,宁愿改头换面做个普通小市民,这得是多大的政绩啊? 这时,胖子他们出来了,向羽头顶小红帽,身穿格瓦拉,刘邦穿了一身黄衬衫,配黄裤子。 看来呀,他还是对黄色比较敏感,包子远远地问我,咱表妹呢? 我来了,李诗诗手里提着几本书,从书店出来来,金二傻在他身后跟老板算账。 我心惊胆战地接过李诗诗的书,最上面的一本是《家电维修》,焊一下。 第二本是《一生必看》的六百部电影,再焊一下。 最后一本居然是《梁思成中国建筑史》,巨焊。 我原本以为他要挑中国简史之类的书,那家书店我也关过,我记得有一本书甚至叫《宋代铭记李诗诗》。 想不到这个丫头,简直鬼没眼儿呢? 他选的这三本书,很立体地把现代文明介绍了个全面,看来真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呢。 荆轲兴高采烈地举着一堆票子跑过来,李诗诗买的都是盗版书,加起来才二十四。 一本八块,买过盗版的朋友心领神会了,他看价码,大概是从书皮上看的,早知道这么便宜,他肯定会买更多的。 我给刚出来的人们,一人要了一瓶可乐,让荆轲把钱算了,剩下的都给他了。 我得有意识地培养这些人基本的生存常识,要不这一年,我得活得多痛苦啊。 包子拉着李诗诗的手说,我们要去选几件内衣,你带着他们几个再买几套替换的衣服,对了,还有牙刷拖鞋什么的,咱们电话联系啊。 我一把抓住包子,带着哭腔说,哼,你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呢。 包子不好意思地看着路人奇怪的目光,使劲掰开我的手,我才不管,要我带着这么四位在拥挤的富台路上乱逛, 不如找四个生过无数孩子的非洲丛林黑鼠女,让我精进人亡啊。 尤其秦始皇,尝到了甜头,手特别顺,见什么吃什么,我还得屁颠屁颠地过去给钱。 包子纳闷地说,那你说怎么办,要不一起去? 我使劲地点头,李诗诗咯咯笑道,表哥嫖嫂感情真好,一会儿也离不开。 我瞪了他一眼,就这么会儿功夫啊,秦始皇又在水果摊上,撇了人家一根香蕉。 我们人手一根香蕉,浩浩荡荡走进了一家女性内衣专卖店。 十几排塑料胸膜整整齐齐站在我们面前呢,边上还有两个裸着什么也没有。 我紧贴墙边蹲下,把头埋进裤裆,要是只有我和包子,那我完全可以熊啾啾气昂昂地陪着他,有时候还会提出自己的意见,毕竟女人的内衣不是只穿给自己的。 但现在,我领着一群男人,跟在两个女人后面,怎么看怎么诡异,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。 我有时候,是真的很佩服刘邦的,这次,对着手,不紧不慢地跟在两个女孩子身后,不时凑上去,看看胸膜身上内衣的材料。 有几次鼻子几乎埋到看不见了,我就不信,他不知道这么干是很丢人的事。 但是,项羽显然是在想别的事,当他走到一片波涛汹涌中,才发现不妥,站在当地是左顾右盼,个子还那么高,连店外的人也能看得见。 金科是个好人,但他站得太不是地方了,全店就那么俩什么也没穿的胸膜,他为了找半导体讯号,居然正好站在那俩东西前面。 嘴角露出白痴一样的微笑,跟网上的猥亵男,简直就是双胞胎呀。 赢胖子蹲在我旁边,疑惑地说,我咋看着怎么眼熟呢? 我脑海里顿时闪现出无比淫荡的场面,黑黑笑说,你那时候是不是看一大群美女跳脱衣舞来着? 赢胖子摇摇头,我看的都是穿衣服的。 我恍然道,你是不是想起你的兵马涌来了? 秦始皇一拍大腿,揪死地,你咋啥都知道? 我忽然额头冒汗,我想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 秦始皇陵到底在哪儿,至今还是个谜。 虽然比较被认可的说法是历山墓,但在那里却没有发现秦始皇本人的遗体,而且经证实此墓没有被盗过。 那么也就是说,历山墓很可能只是秦始皇为了掩人耳目的一个假墓。 那么真墓在哪里呢?以前世界上没人知道,现在至少有一个是明白人,秦始皇。 我结结巴巴地问,英哥,你死以后,他们把你埋到哪儿了,你知道吗? 挂皮吗?我都死了,咋知道吗? 挂皮是傻逼的意思。 我擦着汗,如释重负地说, 哎,不知道也好,省了我一份念想,不过我死之前,叫他们把我埋得远远的嘞,那个地方我也气过一次啊。 历山? 秦始皇一听历山这两个字,就轻蔑地说, 歪斯甲地。 我无穷无尽的汗呢,小心翼翼地问,那现在你还能找到那个地方吗? 胖子咋嘛着嘴说, 嗯,不好说, 历山,秦王陵,居然真的是假的。 我还想问, 包子在那边举着一件文凶跟我喊, 强子,这件怎么样啊? 我就又把头埋进裤裆里了。 刘邦拖着下巴说, 我喜欢那件黑的。 包子瞪了我一眼, 然后笑眯眯地对刘邦说, 那你也买一件。 项羽站在胸罩堆里发了一会儿呆, 快步走到我身前, 说, 小强, 我来的时候, 做的那个东西最快能跑多快? 看来, 楚暴网真是儿女情长, 英雄气短, 现在就是一心的要回去找鱼鸡, 他大概还没清楚, 我跟他说的回不去, 是时间上的, 而不是距离上的, 李诗诗就不会犯这种错误。 但我只能先回答他, 说, 呃, 那个叫面包车, 最快八十脉, 如果是好车, 可以快两到三倍。 项羽愣道, 八十脉? 呃, 就是, 这么跟你说吧, 最好的马能跑六十多脉, 你当年骑那批估计能跑到七十, 而咱们做的那个东西能跑到八十, 而且能没日没夜地跑。 项羽满眼兴奋之色, 哎, 那个东西, 要让他跑起来好弄吗? 呃, 得考本, 我车管所没收人。 什么意思? 就是很不好弄, 而且那个东西也不是我的, 我暂时还买不起。 项羽自负地笑笑, 钱不是问题。 问题是没钱, 兄弟我跟你实话说吧, 我挣得相当于你当年手下的一个火头兵那么多, 你想想啊, 一个火头兵想买你那匹乌鸦马, 得赚多少年的钱? 项羽一皱眉, 随即说, 呃, 我穿来的那件戏凯乃是真金所助, 光请人打造的费用就是三千金, 你把它卖了能不能买到一个面包车? 我只粗略地一算, 没算出来, 说, 能买无数辆宝马, 我不要宝马, 我只要一个面包车, 出息, 项羽继续说, 你一会儿回去就把它卖了, 我顿时想起了老潘的话, 一把荆轲刺琴的匕首, 要是能把我送进监狱, 勇士不得翻身, 那一件项羽穿过的马甲, 大概也差不到哪去啊, 我跟项羽说, 这件事兄弟慢慢跟你解释啊, 你要喜欢开车, 我可以教你, 但是回去找嫂子不是那么简单的, 这时我就听到一种很玄妙的声音, 咕噜噜噜噜, 我二话没说, 一把抱住秦始皇, 盈哥, 咱等会儿就吃饭, 你可千万别再出去扫荡去了, 项羽不好意思的说, 是我, 也难怪, 项羽一心想自己的事, 早上那顿吃的, 跟李诗诗一样多, 他这体格, 秦始皇也就能比他多吃半个馒头, 刘邦没羞没臊劲大了, 一路跟在两个女的后面, 转到情绪内裤柜台, 包子也不好说什么, 只能小声跟李诗诗讨论, 刘邦把头凑上去听了一会儿, 大声问, 啥叫性感, 墙子喜欢白的呀, 售后员噗哧一声, 笑了出来, 我后牙碰后牙说了一句话, 宇哥, 帮个忙, 往那小子也扔出去, 没等项羽动地方, 刘邦自己一溜小跑, 站在商店门口, 扶着门框幽怨的说, 不懂问问也不行, 我扫眉打眼的走过去, 跟包子他们说, 我们先出去吃点东西吧, 这都半下午了, 包子也不好意思呆了, 小声说, 刘继怎么那么愣啊, 你说吃什么吧, 只要不吃包子, 我叹了口气说, 哎, 刘继其实有老婆了, 就是他老婆太厉害, 我估计是上床都得关灯那种, 把刘继管坏了, 我把项羽安排在中间, 拉着队伍进了一家店, 我跟服务员说, 来五斤炒饼, 一盆凉拌豆芽, 服务员惊愕的说, 先生, 您几位啊? 七个, 本店的炒饼分量很足, 一般人吃啊, 三两就够了, 这时项羽一低头进来了, 服务员立刻说, 哦, 五斤是吗? 这是我第一次带他们出来吃饭, 用刘老六的话说, 这都是我的客户, 我带着我的客户, 在富泰路吃了五斤素炒饼, 然后继续逛街, 细心的包子还提醒我, 买几个棉垫子, 要不晚上没法睡来, 想起这个来, 很头疼, 我实在理不出个头绪, 五个男的两间屋, 刘邦项羽绝对不能在一起, 秦始皇不愿意和打呼噜的金科在一起, 刘邦不愿意和秦始皇一起, 项羽嫌金科老问他关于小人的事, 至于我, 我这谁也不想念, 一道高考题出现在我生活里, 而当年那二十六份, 好像不是靠这道题得来的, 新买的两个垫子都给项羽拿着, 一人长的垫子给他一夹, 就像普通人夹着公文包一样, 李诗诗提着他的书, 刘邦拿着换下来的和刚买的衣服, 金科因为只有一个手空险, 就让他拿了点刚买的洗漱用具, 至于秦始皇, 为了堵住他的嘴, 必须得让他不断有吃的东西, 这东西还必须耐吃, 我给他买了一袋瓜子磕着, 我们皆大欢喜地往回走, 在车上, 包子说, 路过超市的时候, 咱们进去买点东西, 我真是太爱他了, 自从这个女人在本书出现以来, 你见过他干过一件好事吗? 领着秦始皇这样的进去, 月薪不到一万五的根本出不来, 罚款也得罚在一个小康之家, 迅速回到八十年代以前去, 我黑黑假笑, 咱们先回, 把你们送一下, 我自己出来买, 连带给车加油, 李诗诗插嘴说, 我看不如现在就去, 他本来是在翻着他的书, 我想不通啊, 那本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上, 怎么会有超市这种东西? 从后视镜里看一眼, 见他一脸黑黑然呢, 我明白了, 他是听出我的紧张, 故意跟我作对, 因为凡是我紧张的东西, 对他而言, 肯定是有用的东西, 是相当不通的东西, 对他来说, 在这种东西, 在这种东西, 对他来说,